牛郎之女 玄慧七夕 我们今天七夕了 都知道牛郎之女的故事 但是故事好像是神话吧 让我们听听看 这是天上的二十八星宿 北方七宿当中的五个 也就是说斗牛女虚微刺壁 这个虚是正北方 北极星的方向 当然不是北极星啊 将来随着斗转星移 就会转到这个星 这个女当中就有织女星 世界的宇宙的中央就要到这儿 就是我们这一层的宇宙 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看到天空 所有的星星 那都是相对于我们能看见的 刚好就有这个女跟牛 牛当中自然也有前牛星 它是有好几个行星 这个星秀的样子就像一个女字 形形组成 而这个就像牛的脚 而且单了两个扁子 就是他的一儿一女 所画 而他们中间呢 就是银河 这条银河也很长 也就是说真的有这两个星星 而且他们离得这么近 这个我们学过天干地支的 知道这个代表子 整个这个代表丑 而子丑在一起 它就是一盒 六合 十二生肖的六六 两两一合 刚好他们能合在一起 说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时候 七夕 到这一天晚上呢 这个织女星 就到了天空的最上段 当然不一定是七夕 这一天晚上 我们这是阴历的 是以月亮为例的 如果是以这个地球节气 这种是七月七号 还是多少天呢 哪一日呢 可能它是最上面 那就是一到晚上 因为白天看不到 我们中国人也很实际 看不到就不以为了 就是说到了晚上 他们在相会 刚好那个时候 高高在最上空的 就像太阳一样 在正中的之女 牛郎呢 当然它是下界的凡人 仰望奔赴来到那个地方 那你说 听起来很美丽 确实 我们都知道 某某是太白金星 也就是金星的化神 来到这个地球上 某某是木星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看不见 不代表它没有 即使真的没有我们 把它神化 岂不更美在 这一天呢 是最早叫七巧节 就是女子心灵手巧 不管是拜这个之女星 还是学她的样子 穿着引线 做一些游戏 以前游戏很少 但是人在一起 也真的很有趣 把那些小的东西 搞细化 在其中有玩乐 主要是男更女之 女子就是缝缝不古 家里这些事 所以说 这些都是很实际 又很巧妙的 生活化的 很重要 还有太多的习俗 我们不一一列举了 祝各位 有情人终成眷属